加州干旱源于2012年持续发生八年之久 部分地区干旱的情况因为降雨而有所趋缓 但是长期干旱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这种干旱并不仅仅是每两年一次 而是在在20年当中持续的增加 对于城市居民 农民 水资源管理 还有消防人员来说都是持久性的 数据显示 加州2019年之前的21年中 有14年降雨平均低于水平 只有7年高于水平 气候学家表示 从1878年以来 最干旱的三年发生在2002、2007以及2018年 2012年到2016年 是有记录以来 加州连续5年出现最干旱的年份 当年平均的降雨量仅为7.74寸 是平均雨量的一半 不同于2018年到2019年的丰润雨季 加州2019年到2020年 雨季表现显得有些开高走低 尽管雨季一开始出现了几场风暴 然而加州里应当最潮湿的1到2月份 却显得非常的干燥 持续的高级压停留在东太平洋 将风暴移至了太平洋的西北地区 这就意味着加州的天气会更加干燥 最新的数据显示 2月底前 加州的降雨情况也非常不妙 气候专家指出 南加州持续陷入近20年来的干旱 而干旱或许从未远离加州 以洛杉矶市中心降雨量的数据来说 134年来市中心的平均降雨量为14.93寸 1999年到2019年的降雨数字显示 干旱年份比强劲的潮湿年份多得多 1999年到2019年期间 洛杉矶市中心的降雨比平均少了52寸 过去21年中平均每年减少3.5寸的降雨 以密德湖为例 这里是亚利桑那 南加州和内达华数百万人提供水的资源 位于湖浮水坝的上方 储存着科罗拉多的河水 1999年 其水位高度较海平面高出了1212尺 如今水库的高度仅为1094尺 少了118尺 代表着湖泊的蓄水量下降了近50% 要恢复水库的水量至少需要10年 缓慢却逐渐出现的大规模干旱更具破坏性 每年平均降雨量从14.93寸下降到了12.47寸 21年的平均降雨量微不足道的减少了16% 但是密德湖水的水位却在20年间下降巨大 尽管加州处在这么长时间的干旱期中 可能会出现一两年份的潮湿年份 可以暂时缓解干旱 但是长期而言 透过历史和科学家的论证 加州干旱是不断持续的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